大家好,歡迎回到芒香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是2020年12月28日星期一的下行時間 今次有我許樂山,還有有機小波羅,紐西蘭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小白熊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熊仔餅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馬來西亞的全能戰士,大馬Sir,馬來勤 各位網友好 好,請Like我們這段影片,最重要是訂閱芒香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浪費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贊 今次回來又要說說這個王到爆的王秋生 現在就... 台灣下腳 叫做下腳,是不是叫做下腳呢? 他就這樣說,我看他受這個台評訪問 他說這裏很可能不走,這樣說的 不想不走,或者叫做... 因為香港的一些問題,他之前都說的嘛 就是說香港又撈不了了,又沒東西好撈了 又搞到現在這樣的時勢了 又好像要... 其實他有BNO,他可以去英國的,為什麼不去呢? 他有說的,我等一下就再說下去了 或者找一下阿澤哥跟他合作一下 是啊,為什麼不找澤哥呢? 會不會是知道他的數字那方面,還是怎樣呢? 黃秋生和黃毓民會不會有什麼爭執? 不會,因為他們兩個都是芒果的信徒來的 澤哥和阿澤哥 這樣,那好吧,最近不知道黃秋生就有個節目 找他主持的,就說叫做什麼開著餐車交朋友 就有那些美食車那些那樣,去台南啊,台北啊,台中啊 那有些人說,哎呀,野生捕獲到黃秋生啊,還是怎樣呢? 那他後來呢,接受訪問的時候都說的 他說為什麼呢,要搬去台灣還是怎樣呢? 他說因為呢,去香港啊,是零工作啊,記住啊,是零啊 所以要節省開支,他說呢,所以要過來台灣啊 就是剛才所說的,為什麼不去英國呢,要去台灣呢? 很明顯啦,就是那個生活,那個物價方面的指數低一點啦 那他的老本呢,都不會這麼快咬完嘛 那即使呢,你劈頭第一句你這樣說呢 即使你是因為貪便宜,你才過來這裡而已 你並非真是真心喜歡的 然後呢,後來講到自己呢,好像很喜歡啊 又說什麼人意禮意信,什麼都說出來啊,還是怎樣啦 我很不喜歡這些人這樣的,就是很不老實 就是說,不是啊,我想節省成本,生活開支的,還是怎樣的 或者那個CP值比較高一點,我才過來咯 你這樣說,我都說你老實啊 然後呢,就說啦,其實他不知道後來又回到香港 然後又再過一過,回到台灣這樣,拍這個什麼叉 開著餐車交朋友的節目嘛,是不是啊 然後就扮了Superstar,又說,哎呀,很多人派對來看我 你買那些東西吃啊,還是怎樣的,那其實人家呢 並非因為你,可能因為那個電視台還是怎樣的 可能有得便宜啊,還是什麼的啦 他還說,我接下來好像會拍那個什麼叉夜 拍電視劇還是怎樣的 他第一次來台灣拍攝的時候呢 就是想做主持還是怎樣的 他不知道開這個價錢出來呢,他就開了一個天價 人家嚇了一跳,蛤?不是吧?你叫黃秋生,你是黃什麼? 通告費就起碼沒有內地那麼多 就是全民台灣的通告費都是內地的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左右 香港就不知道,香港可能 因為香港很多人都回內地找吃 所以那個價錢就,我想都高的 就是如果,我覺得黃秋生如果他 不是政治立場那麼鮮明啊 這樣的話呢,其實我覺得他在內地 依然是找到吃的,但可惜 沒有辦法,因為其實黃秋生的契仔 在這個周杰倫,周杰倫 在內地的影響力都是有的 嗯,反正說契爺吧 他暫時好像沒有跟契爺合照過還是怎樣的 因為害怕,是啊 是啊,那個叫做政治色彩 周杰倫都沒辦法了,契爺 拜託你,契爺而已,不就是我爺 這次你走開一點點,拜託你 走開一點點,是吧?走開吧 他是不是移民呢?這個就原來有這樣說的 他要對自己每個選擇 慎重的,要相信和承擔他的 做就做了,假裝好像很瀟灑灑脫那樣 都是那句,你在香港搞不定 你才要折省成本,折省開支 你才要這樣做,是吧? 都想繼續在台灣長久一點的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不要又扮扭扭扭扭 我其實很討厭這些人這樣的 是就yes,要是就no 就不要扮,好像很勉強你啊 好像有很多考慮啊,還是怎樣 你踢頭一開始已經說了 就說自己香港沒東西搞,想省錢才過來 是吧?跟著又說,在網路上呢 又說自己去了一個縣 又說希望啊,將一生的技能呢 都貢獻給台灣 你說肯貢獻而已 但是呢,人家肯不肯受呢? 那也是一件事啊,是吧? 那也都不會,就是有些像那時候 杜汶澤呢 就是說那家肉骨茶店呢 偷他的光那些這樣 人家最拼命啊 我想問一下他有什麼技能啊 是不是人肉叉燒包那些? 哈哈哈哈哈哈 他說想開個班出來教人演戲 哦,八仙飯店 哦,八仙飯店 就是教演戲和開個店出來買叉燒包 很流行的 事實上呢,他演戲都是算資深的 做久了有經驗的自然教人 好像有些KOL也是這樣的 是不是? 做久了就教人做的,很有趣的 做個演員呼發器 演員呼發器就行了 就是說台灣可以做個黃秋生演員呼發器 對了,黃秋生五年之後會去台灣上市嗎? 是,都可以的 他的屁股上市有可能 哈哈哈哈 一路上課一路吃叉燒包 是不是有趣呢 有些就補習了送蛋卷 你上演戲班就送叉燒包 很多人問他要不要入席 如果能夠長期有工作的 就在這邊定居 嘩 嘩 是條件的 嘩,很需要你嗎? 老實,多你一個不多 少你一個不少 是不是? 好像要求你入席 如果長期有人找我做事 我就來囉 就是這樣 就是你現在長期都是 就是怎樣 你是沒有工作 就是你學一下老少 看看老少 長期兩尾 長期兩尾 就是這些都假裝了 就是好像不是很在乎 不是很稀罕 還是怎樣 但是其實在香港已經是絕境 當然啦 他接受一些訪問的時候 也都繼續說一下 就是那些警察的問題 又說什麼警暴 還是怎樣 他之前在一個訪問裡面說 還作嘔 是啊 他說 養育我的香港已經不存在了 嘩 大哥 真的假如說 矯情矯道爆 那些真的 不存在 那就在了 又沒有人抓他 又沒有人鎖他 他自己非非選去台灣住 去台灣住 又沒有工作 他自己拿來的 他是自己的選擇 所以 我相信 如果他真的 真的想演戲 我相信他不會說找不到工作 有沒有那麼差 他 他像是賣弄矯情多了 那不是啊 他其實如果那一齣戲 是要上內地的話 其實應該沒有老闆會請他 但是其實香港很多戲都是要靠內地市場 是啊 只是香港市場真的不太行 他19年的時候都拍過一套叫做《淪落人》的 就說那個要坐輪椅的男人 也都說 令他第三度 就得到這個金像獎的影帝 那我都有看那套 其實就是 就是他那一件事 如果他電影那些都可以看一下 其實就是 我們要持平一點 是吧 他很搞笑的 他就說戲裡面有一句對白 你沒有辦法選擇不坐輪椅 但是呢 你能夠選擇怎樣坐 他就明白了 其實跟他現在這個現實一樣 就是你不能夠改變到你在香港怎樣怎樣都好 就是改變到香港怎樣 但是你能夠可以離開啊 還是怎樣呢 都可以的 就是有少少這樣的暗示 那又在那裡說那些呢 又說 哎呀 又說 拿影帝又怎樣呢 人家以為你收了很多錢 反而呢 不會找你做戲 反而呢 變成掉了在谷底 有一次在家裡 看到那些獎杯 氣得都扔爛了它 扔了它 接著他媽媽呢 都幫他偷偷地撿回來 然後放在這個廁所旁邊 又繼續講自己過去的還是怎樣 哇 真的很作偶啊 然後又講一些很矯情的那些呢 他說 因為他為什麼會被人 他在台灣講自己為什麼被人封殺呢 就說因為他譴責香港警察 所以就封殺了六年 他說就算是屎也要站住屎這樣 哇 真的呢 這傢伙是相當厲害的 這傢伙說到自己 剛剛想說 怎樣屎也要屎也有尊嚴呢 他有番說話的 他心想 真的要屎也要屎也有尊嚴 我不要人家看到我 屎的時候呢 都是衣衫不整 本面爭靈 他說人呢 都難免有一屎的了 但是你屎的時候 要對自己很自豪地說 我這一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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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始終是有體面 都是站在那裡的 那站在那裡屎 衣衫不整那些 人家會聯想起阿全哥 嘩 即是說自己現在呢 即是有些暗示自己呢 我怎麼都要 不想跪了 意思是 我要撐下去了 我說你們 我要劃警暴 我們劃警暴 會不會劃毒的 會不會劃毒的 會劃毒的 他現在好像跟阿珍薇特眼那個KOL 那些 在開罵戰還是怎樣 現在就 看看他繼續有些什麼玩 我覺得都是那一刻作偶 這些人 即是說到自己好像很不稀罕還是怎樣 但是呢 又四維在那裡籌謀究竟怎樣 即是其實呢 是等著去賺錢的了 但是呢 又說到自己好像很不稀罕 很灑脫還是怎樣 問你是不是想留下啊 還是怎樣的 或者是想有個新生活還是怎樣的 喂 那你就老老實實回答人 你是想還是不想咯 是不是呢 最討厭這些 已經是過氣的superstar 都扮了superstar 這些真的相當作偶 有時候會不會人拿起了就放不下了 就是 在他最紅的一刻呢 的確很多戲開了 很多戲都有他份 但是現在不是那個時代了 這個 這個也是他自己的選擇來的 即是 不可以說完全是關這個社會的事 這是他自己選擇走這條路的 現在沒有什麼工作的 都不能夠怪其他人的 我覺得 那他就說呢 就想當年呢 就說自己公開說 警察就不可以這樣用暴力的 他說這句的時候 就知道呢 就會被封殺的了 他說從古到今 中國的異議分子是怎樣的 是怎樣的 就是他覺得自己敢於說這些說話出來 就已經是異見分子了 有什麼對待我呢 我都不怕的 還是怎樣的 即是現在呢 沒有什麼對待他 沒有什麼對待他 沒有人對待你啊 大哥 唉 他自己要去台灣而已 有沒有人抓過他 在香港 他隨時可以回香港的 真的沒有人待他不薄的 他自己說了一些話 是 我們漏了 你在台灣可以找老超 叫他開一部電影給你 哦 是呀 找老超就可以了 是呀 何止開一部電影啊 開一部電影吧 不如 不如電影拍多一點 電影呢 拍完出來 只有一個多兩個小時 拍一部電影 再拍大地恩情 還是怎樣 不如拍《人肉叉燒包》 第幾集 再拍過咯 因為他不是做了什麼節目嗎 不可以 不可以 因為可能他和芒果佬有些 所以不可以接老超的電影 會不會呢 有機會 有可能 所以你見老超都不會見杜汶澤的 嗯 是啊 因為杜汶澤批評過他 三一玉蒲團的嘛 他出野 你記得嗎 說什麼爆炸 那這些你們自己拿來了 又要玩什麼鬥爭啊 自己鬼打鬼啊 又不和啊 還是怎樣 不要說你在香港做不了啦 在台灣都很難做的 現在就 可能當然你說 不是啊 有個什麼節目叫我現在去 周圍去 很多人圍著我 很受歡迎哦 這個呢 都是一件事 實際 你有沒有什麼真正的工作 還是怎樣呢 到時才是見真章 你不是當地人呢 人家看上去的時候 都會覺得 有點格格不入那些 那些這樣的 就是覺得你不是很地道啊 還是怎樣的 就算有些留學生呢 可能在台灣的留學生 去了澳洲也好 或者不同的地方也好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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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可能是 那個生活上都會很西化 可能有 吃三文治啊 可能吃一下 吃一下Pasta 那些這樣的 但是呢 當他們回到台灣之後呢 沒多久呢 又會有變回 都是繼續 喝回那些什麼 燉排骨湯啊 就是早上駕著電單車 去吃蛋餅啊 那些這樣的 你要記住這件事情 你不是在地的 就不是在地 他不是看你是麥露 什麼人啊 淪落人 他看你就是淪落人 他你淪落了你才過來的 就是 還有 你要明白這件事情 不是說 你灑大牌啊 就是假裝好像好像很不在乎 還是怎樣的 這一方面呢 其實是很惹當地人的反感的 是不是 就是你會覺得 喂 你如果真的有心理的 你就認真點說 就不是 你會給人的感覺 有些事情就不是很尊重的 他就是習慣了大牌 就是做習慣大牌 就放不下那種 那種態度 是 也都說我自己呢 試過一段時間 又說什麼窮啊 還是什麼 又說被人說他自稱 都說他拍爛 又說他拍爛片 還是怎樣的 他都自稱過全港 演過最多爛片的人 沒辦法了 又說在這個影帝的光環底下 可能叫做 這個光環底下的陰影 都逼著自己 要繼續去賺錢 又說什麼什麼 什麼時候有什麼夾礦啊 又說很辛苦 都要繼續去拍戲啊 還是怎樣的 不過 沒有辦法 我都會繼續頂著的 都要拿到影帝回來 都要繞個圈 就是讚自己 還是怎樣的 是吧 又在那裡自己讚自己 又說自己 哎呀我不是很 就是不是很 喜歡什麼名牌 還是怎樣的 我最喜歡的 原來就是買書啊 還是怎樣的 喂 要記住的東西啊 喜歡買書的人呢 他看得多不多 買回來看了多少 也是一回事啊 好像以前老超隔壁 那於非 於什麼老師 就是啊 整排大堆書隔壁 哇好厲害啊 演化心理學 我又研究了很多了 就是引來引去啊 那些幾個東西 是 就是一大棟 左一棟 他們是當買裝飾品 不是買書來看的 是買書 擺到整個屋都是 那就顯得好 有書卷器 是啊 就是 最重要呢 是那個書名啊 那個書名顯得 它有書卷器 就是一個學生 它有那本書呢 不代表去看 看通的那本書 或者去看 當然啦 你說工具書 就一件事啦 例如台洋 可能有一本Java 幾多點幾 那些 那些什麼 那樣的程式書 是很多啊 就是走到屋都是 但是呢 你要用到那一部分 可能才可以 還有現在的年代不同了 很多呢 可能你上網 可能找到一部分啦 還有一些叫做Kindle 都可以裝到很多 那講完這個 趙家津應該很有文化 這麼多蛇貓雞 是不是 開了一個迷你倉嘛 直接要 是 認識 認識他呢 整個二十年有多的台灣朋友都說 哎呀 黃宗生特別喜歡看書 來到呢 來到就不會來買些什麼明標啊 明衫啊 只是喜歡去行書店 每次呢 回到香港都是因為那些書 搞到行李超重啊 那就給錢咯 行李超重 對不對 還有啦 你說香港真的要買某些類型的書 現在都很容易買到的 未必說一定要去到台灣才買到的 除非你有一部分呢 例如有一家叫諾貝爾書店那些呢 有時候買裡面的歷史書 那些呢 就可能真的會 香港未必有 因為比較冷滿一些 例如一些 國內都有的喔 這些書 例如什麼呢 專門研究《紅樓夢》裡面的 詩詞歌婦啊 那些 就是還要研究到很深入的 就是分幾大策來慢慢研究 有時候可能這些就會 那我不知道啦 黃宗生你看些什麼書 詩詞歌婦是不是講粗口 是呀 看詩詞歌婦但是講粗口 這個人是暴雷嘛 這個人是吧 那要講它呢 就暫時講到這裡先啦 看看它之後什麼節目啊 什麼電視劇啊 這些究竟怎麼樣啦 好嗎 今次多謝大家先 拜拜